哈囉 主播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那麼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外交部的領事事務處 你可以看到其實在我後方呢 可以說是有滿滿的等待人潮 幾乎是有上百人 他們全部呢 都是要在今天 搶著要來舉辦護照 不論是換發或者是新發 大家都正在等待 因為呢 就有個宣布解封之後 很多人都已經在計畫要出國完了 我們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我們是到齊 到齊了 然後順便幫寶寶辦新的 計畫 應該就開放了日本 這個增加的比例是相當明顯的 尤其現在我們接下來還有 10 11 12月 然後接下來可能是過年那個春節的旺季 所以我們預期那個護照申請量 一定會更為增加 實際詢問現場排隊民眾的 大部分都是要去日本以及韓國 這些熱門國家比較多 因為很多人在這兩年多的疫情之間 護照都已經到齊了 所以在一聽到 有旺在10月中就變成 0加7的檢疫措施之後就趕快的 來到現場來進行排隊 那外交部這邊也表示喔 其實呢 在這個上週五的時候呢 這個全國的來送交申請 這個護照數是已經來到了三千多件 可以說是近三年來最高的 因為去年呢 全國總共也才申請了 二十三萬本護照 在今年呢 已經到目前 已經有三十六萬件的這個護照的 換罰申請了 我也提醒喔 說如果民眾 不想要在現場等待排隊的話 也可以多加利用線上的預約系統 只要先事前準備好相關的資料 並且填表預約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來到外交部這邊 來換罰護照 可以減少您的等待時間 以上是目前現場最新情形 現在時間鏡頭交款 彭內主播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